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配上终身旅者生育卡 大自然去与生育卡还有字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 都是不一样的实物图案 对应这次主题 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问不得他 当下的你最想多看起眼 的是哪个选项的图案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 已经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下的主题是 他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中的主题是 他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抽成预配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现在想要你知道什么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 你要问的这个人 他想要你知道的是什么呢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想要你知道呢 他每当能够有机会见你 他的心是非常开心的 你是他最想要见面的人 他认为天时地利人和 都在戳合你们哦 这份感情非常美好 一点毛病都没有 请你做好准备哦 他好想要跟你走得长久的 跟你白头偕老的 你在他眼中是闪闪发亮的 他这一辈子只想跟你在一起哦 他不想要跟别人了 给选到第一组 他想要你知道的是什么呢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说你在他心中是他的太阳哦 那个带给他很多乐趣的人 每当有机会能够跟你见面呢 他会想要放下一切的事情 冲向你又奔扑向你 他呢觉得你们感情一点毛病都没有哦 是天时地利人和 搓合着你们的 是宇宙的安排 所以请你做好准备吧 他要跟你走得长久 要跟你白头偕老的 在他眼中你是闪闪发亮 他只想跟着你这一道光 他不想跟别人哦 他只想跟你在一起哦 看塔罗怎么刷给选到第一组 这一个人他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看塔罗有什么补充 让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告一段落吧 他想跟你重新开始 他真的不能失去你哦 你就是他的光 你就是那个带给他光亮的人 他只想跟着你在一起 过他的时间 他的日子 难道你忘了过去的那一些快乐甜蜜的事情吗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在他眼中你真的好可爱 他好想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你 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付出哦 见到你开心 他已经得到了他要的回报 对你是真心的 请你相信他对你是真爱 你是他的太阳哦 你是他的阳光 他很看好你们的感情哦 他爱你就包括爱你的缺点 他已经接受了你的一切 所以你放心 你过去所承受过的伤害 不会再重复了 那些前任带给你的伤痛 他绝对不会重演哦 他会好好的善待你 毕竟你是他的真爱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会用他最大的努力 去显化你们的美梦 给选到第一主义塔罗派卡来看 他现在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他说亲爱的 过去不愉快的事情 都让他告一段落吧 我们往前看 那光散散发亮 带给我们的温暖的未来 在等着我们 你在他眼中是那么的 有魅力很有吸引力哦 他深深的被你吸引 他只想要跟你一起过他的时间 他是真心爱着你的 包括你的缺点 他都已经接受了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给他留下的那一些甜蜜回忆哦 难道你忘了吗 我们那些快乐的日子 你忘了吗 他想要你就是 去放下过去的阴影哦 请你相信他会对你好的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珍宝 他的珍爱 过去你前任带给你的伤痛呢 不会再发生了 放心的跟他恋爱吧 他严重了你 好可爱哦 他很想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你 对你的付出都是真心真意的 不要求回报的 你们之间的美梦一定会实现 他会用尽他的努力 他也相信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看资卡怎么说 我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正在改变他的方式 他觉得他配不上你 他想要努力的变得更好 更能够配得上你 我们继续的保持联系吧 好想要跟你说说话了 但他又怕 不知道你会觉得他很烦吗 他不太确定你是否对他有好感 你爱他吗 他知道有时他看着他就是傻 当然就是喜欢当个小丑 带给你欢乐 喜欢听见你的笑声 最喜欢的地点 就是能够待在你的身边 不管在哪里 只要在你身边 就是他喜欢的地方 他其实对自己不够自信的 他认为在镜子里的自己 不是很美 不是很帅 你是他的灵魂伴侣 他的好朋友 他最棒的朋友 他很想要跟你 可以有机会发展 给选到第一组 他想要让你知道什么 以资卡来看 他说他正在努力的 想改变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的 他知道他配不上你 这么优秀的你 他想要改变他自己 也成为能够配得上你的人 请你跟他保持联系吧 不要放弃他 不要忘记他 他其实也很想主动找你说说话的 但他又怕 因为他不太确定 你是否也喜欢他 你会觉得他烦吗 你会欢迎他主动的 去跟你说话吗 有时你看见的他 可能像小丑那样子 但他是很乐意地 当个小丑去逗你乐的 见到你的笑容 听见你的笑声 都很能够令他满足感 最喜欢的地点 这个世界这么大 最喜欢就是能够待在你的身边 不管你去哪里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 都是好的地方 他对自己不够自信的 镜子里的自己 他很有自知之明 他认为他自己不够帅 不够美 但也希望能够跟你发展 请你就是接受他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灵魂伴侣 他最要好的朋友 接下来希望都能够跟你一起过 看中文字 看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最害怕的是 我放下了 你却对我微笑 留在我身边 不要离开我 我们都怕痛 谁不怕痛呢 接着我们看 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好了 散开心房哦 让对方知道 你真实的想法 一见的 不用太害怕 就是觉得 把真实一面拿出来 就会被他看到 把你看成弱者 就真实的表达出你对他的在乎 你对他的需要 多一点的往好的方面 看哦 每件事情都有他光明美丽的一面 不是吗 没有人是完美的 没有事情是完美的 然后就是 相信你自己是闪闪发亮 你是可以照亮他人的黑暗世界哦 带给他人安慰与希望 然后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要说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热力的牌卡 说的是什么 27 这张牌代表现在 它告诉你 未来还没有到来 但是过去已经远去 活在现在 能让我们获得最大的财富 我们经常容易迷失在过去和将来的事情里 使得我们无法享受现在的生活 看我们是多立地愚蠢啊 学会每天多思考一些 你将能更好的享受现在或好当下哦 过去未来 过去我们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了 未来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我们现在只拥有现在哦 所以好好地珍惜眼前人哦 接着抽一张塔罗牌卡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整体的建议 好了 拿到的是圣碑皇后牌卡哦 你是那么的可爱 你是那么的 善解人意 是很值得被爱的一个人哦 所以 爱他人的同时也要记得留一点爱给自己 而要爱自己先才能够爱别人 才能够收获真正的美好的爱情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呢 祝你与对方相处 满满欢乐欢笑声 身体健康的一切 平顺的发展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帐篷的主题是 他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抽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现在想要你知道的是什么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 他想要你知道的是什么呢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想要跟你重新开始哦 很想推动这份感情前进的 就比如 如果你们现在是朋友 很希望可以进入真正的确认关系 成为男女朋友哦 他觉得这份感情有潜力 可以发展的长远的 他很期盼着那场闪发亮的未来 对你是满满热情哦 跟你相处真的很多的愉悦开心感 你带给他好多的快乐 他跟着他的感觉走哦 就都是会影响你的 你是他的真爱 给选到第二组 他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首先你抽一张主题牌卡来看 他很迫不及待地想要推动这份感情前进哦 想要跟你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他觉得你们的未来是闪闪发亮的 你们很有潜力可以走得长久哦 因为目前跟你相处真的好开心 很合拍 对你的热情是满满的 他跟着感觉走哦 而这个感觉都是影响你的 你是他真正喜欢的人 看塔罗怎么说 也选到第二组 他现在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看塔罗有什么补充 他不管未来是怎么样 他想要尝试哦 想要争取跟你开始的机会 他认为你是他的幸福 有你在真好 有你真好 虽然有一些人在他耳边经常说你的坏话 但不会影响他对你的爱哦 他很乐观的 非常努力的 想要跟你维持这段感情 他要跟你长久的发展 你是他的星星哦 闪耀的星星 带给他光亮的 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你就是那一位帮助他忘记烦恼 忘记他的忧愁的人哦 跟你在一起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 你们无所不了 什么话题都可以谈 在他眼中你是那么有正义感的人 好想认真的跟你发展一份 有结果的感情 他很用心的在经营着哦 他真的很重视你 你在他眼中是他理想的类型哦 你有着一切他喜欢的样子 给选到第二主义塔罗派卡来看 他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虽然接下来会是怎么样 没有人会知道 但他真的很想争取这份幸福哦 有你真好 跟你在一起真的好开心 他真的不想错过 你就是那么的能够帮助他忘记烦恼 忘记忧愁的 他喜欢跟你过他的时间 而且还可以自在的做自己哦 你们可以什么话题都可以聊 无所不了的 很合拍 所以不管身边有多少人做你的坏话 都不会影响他对你的这一份坚持哦 他是爱你的 他想跟你认真的发展一份平衡 有结果的感情哦 而且你值得被善待他眼中的 你是非常有正义感 是一个大好人 他很努力的 想要维持这份关系 多困难的也不会影响他的前进哦 难道你看不出吗 他自问他自己是很投入 在经营着这一份感情 你是他天空那闪耀的星星 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他真的不能没有你哦 你被他看成是他理想的类型 你有着一切他喜欢的样子 康斯卡怎么说 里全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斯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深深的被你吸引哦 你不要问他什么原因 那么爱你 他就是给不到理由 好想要亲吻你的嘴哦 他是爱你的 但他不敢主动的 怕你会拒绝他 你令他好混乱哦 他不太确定 你从他身上想得到什么 你是爱他的 还是只是想要跟他当个朋友呢 他认为你们是天生一对的 不妨考虑一下他可以吗 他暗中有心碎的 没有给你见到他的泪水 因为他感觉不到你的在乎 你的出现 另一切变得好真实 他的生命因为你 才刚开始哦 感谢你 就是愿意给他耐心 给他时间 给选到第二主 这个来看 他说他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那么对你 神魂颠倒 我不要问他什么理由 他就是爱你 很想亲吻你的嘴哦 他是早就想向你主动的 但他怕你会拒绝他 因为他不太确定 你对他是有好感吗 你对他好是因为你爱他 还是只是把他当普通朋友呢 他希望你考虑一下他 因为他真的觉得 你们是天生一对哦 你们是天造之和 他心里其实是碎了一地的 没有给你见到他的泪水的 因为他感受不到你的在乎 他不太确定你 对他是否也有意思呢 他只能不想错过你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他的生命才刚开始 你令一切变得好真实 感谢你 就是愿意给他耐心 他知道 他没有你那么聪明 他比较慢半拍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主 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想尽办法找一堆话题 为的就是想跟你亲近一些 也许你会认为 他说的话都很无聊 他都是为了 想要找话题跟你聊 想要你的陪伴 使你总是不在 他需要你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最后的温柔 不是占有 而是放手 若他放开了你的手 那不代表他不爱你哦 接着我们看 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二主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就是尽量的就是啊 看事情在光明的一面哦 相处起来多一点的欢乐欢笑声 没有人喜欢一直对着一个苦瓜脸哦 谁都喜欢跟一个爱笑的人在一起 望远一点看哦 长久的去看 不是只是因为 面前一点小说者 就断定没有未来哦 请相信你内心的那个理解 你的直觉 很多时候是准确的 然后呢 相信他给你的指引哦 接着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要说呢 给选到第二主 抽一张看一下 我们拿到的是微风 微风的牌说的是什么呢 这张牌代表呼吸 它告诉我们要 呼进空气 给我们的肺和身体各个器官 带来火力 学会平静的呼吸 呼气吸气 以及深呼吸 你将发现一个充满感情 和机遇的崭新世界 如果你能按照从手指到脚 再到头部的顺序 呼吸 你将无以伦比 饱满的呼吸 应该是一种休息 令我们解除所有的紧张情绪 并使我们做好十字以恒的准备 尝试并享受它吧 这个要你保持心平气和 让自己可以平静起来 让自己可以呼吸 不要紧张 不要慌 这样子能够帮助你们感情 可以变得更好 接着抽一张塔罗拍卡 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 抽一张看一下 好了 拿到的是圣杯六排卡 拿出你爱笑 简单单纯 快乐其实很容易 你的亲和力 你的亲切感 你的友善的一面 很能够促进你们之间的感情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呢 祝你过一个 充满享乐的快乐人生 平静的心 一切 难关顺利的度过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 拜拜 拜拜 这下部影片见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您的到来 这家章的主题是 他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抽声誉拍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要问的这个人 想要你知道的是什么 抽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三组 他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好了,你主题拍卡来看 他想他已经找到了他一直寻寻秘密的人哦 你就是那个给他归属感,给他家的感觉的人 跟你在一起很温暖,很快乐 感谢你的到来哦 你令他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哦 有了你他什么都不缺了 他已经得到了全世界 他很想做点努力,下苦功的 去让这份感情有所突破的 他很想争取跟你那个闪闪发亮的未来哦 他知道可能需要冒险不容易 但他就是为你勇敢的前进了 给选到第三组,他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首先你主题拍卡来看 他遇见你是他这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你就是他一直寻寻秘密的那个人哦 你就是那个给他温暖,给他家的感觉的人 有你真好,有你,你吩咐了他的生命 他觉得他好像什么都不缺了 有了你就好像得到了全世界 他真的很想下骨功努力的 去让这份感情有所突破 他知道要幸福不容易 需要冒险,需要花很多的 这个经历的 但是呢 他就是愿意为你勇敢前进哦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他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看塔罗怎么说 你就是那一位给他力量的人哦 帮助他就是找到力量 找到人生的方向与意义 给他感觉你是好聪明的 你总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 忘记烦恼 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无论多大的代价 多大的努力 他都不肯放开你的手 他都想努力争取 跟你有一个未来哦 他全身心 他身心灵全部都向着你 他只爱你一个 没有其他人了 在他眼中你是闪闪发亮 你是那么有趣 活泼可爱的人哦 他不爱你爱谁呢 你是他认定了的恋人哦 他绝对是真爱 他不是随便找个人脱单 或者是找个人解闷哦 他对你绝对是真爱 他很多话还未说的 藏在心底哦 别看他表面一副 冷冰冰的样子 他心里是非常火热的 他期盼着有一天 能够跟你 就是结婚哦 这张是结婚牌 他觉得你们的相遇 是很值得庆祝的事情 不知几时你会愿意带他去见你的家长呢 很想认识你的亲朋好友 他真的认为 未来会是闪闪发亮哦 他未来计划里都有你 都希望跟你过 给选道的三主 他现在想要你知道什么呢 他说很感谢遇见你 你就是那一位给他力量 给他人生方向的人哦 他不是为了脱单或者姐们 才跟你在一起的 对你绝对是真爱 在他眼中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哦 你好聪明 他很欣赏你的智力 就是一个很冷静 很懂得做分析 然后当他有困难的时候 你总能够有办法的 去给他一些解决方案 别看他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他心里对你是非常火热的 他已经决定了 做好一切的准备 无论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与代价 他都不肯放开你的手哦 他全身心灵都爱着你 在他眼中 你是那么活泼 开朗可爱 不爱你爱谁呢 他很迫不及待呢 就是有一天可以跟你定下来 跟你结婚哦 不知即时能够认识 你的亲朋好友 去见见家长的 他呢 未来计划里都有你哦 接着每一天都希望 可以跟你一起过 看自卡什么说 我给选道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自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人生就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努力 找平衡 就在此刻 你看着这个视频 他也在想着你哦 想你想得不得了 晚上会哭泣 掉眼泪 不让你知道 他觉得他深深被你吸引着 无法控制的 一直会想起你 想接近你 靠近你 你令他很难跟你说再见哦 他真的不想跟你分开 想一直黏着你 他已经慢慢地变得更好了 他在努力地 想要成为更棒的自己 你给他的人 世界添加了色彩 你就是那个 带给他 有趣 精彩的人 他好害怕 他失去你 有时他不是在忙的 他假装忙碌 给选到第三组 一字卡来看 他说 亲爱的 人生就是 有很多挑战 需要不断地去 面对 解决 他有时不是在忙哦 他假装忙碌 因为 他不知怎么面对这份情哦 可能你对他有一点冷漠 他不知怎么面对 他好想你 不知几时能够见你呢 他就在此刻 你看着这个视频 他也在想着你哦 晚上会为你哭泣的 掉泪 不让你知道 他控制不了自己 一直想要见你 想靠近你 想跟你说话的 你就是那么重要 你就是那么影响他 你给他的生命 他的人生带来色彩 他现在好害怕 失去你 要好担心 有一点你会发现他不够好 所以他正努力地 想要变得更棒的自己 为了能够更好地留住你 你令他很难跟你说再见哦 每当见到你 他都不想跟你分开 他想一直黏着你哦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这三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很多事解释也解释不清 从来我不会再主动了 后来我不会再主动了 虽然很爱很爱 他好像好多委屈哦 要解释也解释不清 干脆不解释的 他也不再主动了 虽然他还是很爱很爱你 可不可以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陪陪我抱抱我 他需要你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你要的真相 可以往内找握你的直觉 你的内心是最清楚了 相信你的直觉 它会引导你走向属于你的道路 让自己得到充足的休息吧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不是吗 就是当你得到了足够的休息 你的脾气也会比较好 然后相处也会比较和谐 停一停脚步哦 不用一直急着 就想要去把对方抓紧紧的 你越是急 对方越会有压迫感 越想要逃得远远哦 给彼此一些健康的空间 是必要的 接着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要说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抽一张看一下 有什么要说呢 好了 拿到的是伤口牌卡 伤口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把生活看作是一场战争 觉得其他人或者周围的环境 会伤害到自己 这张牌提醒我们不要把在路上 在路上摔的胶当作是灾难 而应该看作是让自己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无论如何 可见的伤口是容易痊愈的 糟糕的是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伤口 重拣失掉 重拣忘掉的记忆 让它们重现光明是很有用的 这样你才能发现阻止你成长的那些隐藏的伤口 那些过去所受过的伤 有必要去面对 虽然我们很不想面对 但为了从中真的彻底能够成长的话 有必要去解决一些心理的阴影 接着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三组 抽一张看一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拿到的是新币皇后牌卡 保持你那温和的脾气 心平气和的 并且对自己所拥有的都很自主的样子 你会更有吸引力 更吸引对方的好感 好了这就是演讲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好运 一切如你所愿的 然后与对方发展成真爱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 拜拜